老师扔出一个长了眼睛的尺子 精准地打到同学的背上 最后男孩就吐出了写满答案的卫生纸 从来没人敢搞小动作 最后他轻轻一拍 就看到女生腿上的答案 小手又一伸 同学就必须把手机交到他的手上 这可把阿强给吓坏了 因为他不仅是个学渣 而且考试题更是一道不讳 于是他赶紧求助自己的朋友一念女 这些女孩眼色一变 又轻轻抖动手指后 下一秒 阿强的笔就开始自动写起了答案 这也太快乐了吧 眼看就要被老师发现 阿强赶紧握住笔 跟着感觉走 可刚打好一道题 他的笔就没状态了 眼看笔尖都把试卷都扣秃了皮了 就是写不出一个字 危机时刻 他只好偷偷求助 挡魔先追 只见他的答案都输入到了一只苍蝇的腿上 操纵他继续为阿强 把剩下的所有题爬出答案 结果啪击 就给逮了个正着 还给整死了 这可咋整 做个逼就这么难 眼看同学们都快交卷了 阿强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现在就只能求助最最后的闪电侠了 只见他一个赚笔的时间 轻松跨越到了一个写完答案的同学前 又把他的试卷和阿强的试卷一换 该以为这就结束了 结果他却回头 把尺子放到了老师的头上 下一秒 老师直击就懵圈了 咋回事 这可把阿强落坏了 因为他的卷子上写满了正确答案 可结果却只得了66分 他赶紧质问自己的好友 结果他们却告诉阿强 他们的超能力只在游戏里有用 看来做什么事 最靠谱的还是自己 千万不要见一个躺在马路上的行李箱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里面装着什么可怕的东西 可阿强却偏偏不信 还把箱子带回了家里 结果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他刚想吃点东西 那箱子居然就冻了 还发出了可怕的声音 难道是人 阿强赶紧打开箱子查看 结果一个男人被死死的塞在里面 抠都抠不出来 更神奇的是 阿强只有一碰腾的 男人就会吐出金子 我的妈呀 这可是985纯金的呀 原来男人被吓了诅咒 这样的痛苦 他就会吐出金币 阿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于是赶紧找来好友 想要商量怎么救出男人 结果就这么一拽 剧烈的疼痛让男人脑下就吐出了几枚金币 我的妈呀 这卷毛一看 就有了个馊主意 于是拖着行李箱就把他扔下了楼梯 天呐 这可是一大堆的金币 这不发财了吗 懒惰和贪婪 让三个人失去了理智 他们开始变发的折磨男人 随着男人吐出的金币越来越多 几个人也过上了奢侈的生活 他们也变得越发的变态 开始不让男人休息 更是残忍的用电机来折磨男人 但报应也是来得飞快 得到更多金币时 男人的眼睛里冒出了邪恶的光 下一秒 居然变出了一个恐怖的巨人 最后贪婪的人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罚 你们猜到他们变成什么了吗 这是一场奖金500万的射击比赛 选手只要打出一颗可以弯曲的子弹 并打出靠星 就可以赢得500万奖金 为此男人尝试了很多射击方式 他能成功吗 就在刚刚 为了增加射击的难度 他们先是在近距离处设置靶心 然后在靶心前 又设置了障碍物 选手不可以越过障碍物 去打中靶心 才能获得胜利 可这显然很难做到 男人尝试了一下 结果根本不行 但为了这500万 男人还是拼了 在力量和速度的加持下 男人用力的甩出了一枚子弹 但很可惜 也没有打中 男人认为 可能是因为力量太大 于是他又尝试性的射出一枚 这次奇迹发生了 他居然成功的让子弹 跑出了完美的曲线 男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趁着自己有感觉 他还想多来几下 男人好像忘记了500万奖金的事 开始玩命的射击 尝试各种方位 各种姿势 甚至边喝饮料 边射击 主办方都被吓懵了 他男人就是停不下来 对于射击爱好者来说 奖金已经不重要了 反而记住射击的技巧更重要 由于不停劝阻 主办方怒了 结果男人一着急 完了 主办方直接就倒到了地上 原来是枪走火了 这下不仅奖金拿不到了 自己还要受到严重的惩罚 所以凡事要懂得适可而止 花分交通只能害人害己 天哪 你正带着你的女朋友疯狂的逃命 因为挣钱房5000米的海上 出现了一只3000万吨的格斯拉 所有人都陷入了恐慌 拼命的向城市里跑 你好不容易带着你的漂亮女友 逃了出来 却又被一只腿长800米的怪物拦住 脑袋上还长满了喇叭 为了逃命 你又带着你的女友玩命的跑 幸好人类派出了大量的军队 但那怪物就是刀枪不露 反而轻人一举的 就把军队给消灭了 为了躲避怪物 你和女友藏到了隐蔽的地方 被以为会安全一会儿 没想到却被他方的石板压了个正招 你好不容易自己逃了出来 却发现 女友被怪物发现了 这可咋整 这么漂亮的女友就不要了 最后你决定还是拼了 于是赶紧跑出去 捡起一把火箭炮 对着怪物就来了一炮弹 结果居然啥用没有 发惹怒了他 把我立马回头就要撕了你 千军一发之际 一速激光袭击了他 原来是哥斯拉 没想到哥斯拉不是来破坏地球的 而是来惩罚坏友的 于是你赶紧拿着你那没用的火箭筒 去救你的女友 幸好他还活着 你赶紧又带着他玩命的头 结果我却发现 喇叭怪正在用自己的噪音 取了哥斯拉的力量 于是你又想到了个 拯救地球的办法 你从书包里掏出了一个巨型耳机 又把它插进压根没有用的火箭炮里 就这么砰一声 耳机居然绕了360度大弯 准确地插到哥斯拉的耳朵里 为了更好的隔离噪音 你还放了一首神曲 结果哥斯拉得到了振奋 使出了终极大招 喇叭怪直接就被消灭了 你成功地帮助哥斯拉 拯救了地球 也和心爱的他 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如果生活中的用品都伪装成了零食 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这只荧光笔可不是一般的笔 它一边可以用来涂盖作业 另一边就可以用来伪装零食了 偷吃一颗美味极了 你绝对想象不到 它们是怎么伪装的 首先把一个荧光笔 用刀把笔尖切下来 再挤上个82年的胶水 然后再把它粘在糖果的包装上 在外层贴上个 和荧光笔一样标志的盒子 这样伪装的糖果就做好了 如果特别想吃糖 就可以拿出来一根偷吃了 那棉花糖要如何伪装呢 我们可以做笔筒啊 在桶的最下面切一个洞洞 然后在外面套一层 大一点的圆筒 为装好笔筒后 我们就可以把棉花糖放到里面了 再盖上盖子 把笔放进去 就大功告成了 这样我们在做作业犯困的时候 就可以不被发现的 拿出一颗解馋了 真是太聪明了 如果你在课堂上不小心饿了 又不能吃东西 怎么办呢 小美就想到了好办法 于是她找了个胶放 聪明的她把白胶拆了下来 然后把剩下的清理干净 把自己最喜欢的糖果口味 偷偷藏进胶棒里 这样伪装的食物就做好了 在饿了的时候 可以偷偷的来上一颗 就可以在下课时吃午饭了 那如果你想喝饮料又怎么办呢 就要准备一个机式的袋子 按照手机壳的形状 用记号笔标记大小 然后再进行柴剪 用电热夹子 把塑料袋子的四周粘住 最后再拿来盒盖 用胶水涂抹均匀 粘好后倒入饮料 再把饮料粘在手机盒上 这样一个伪装的饮料就做好了 往往想不到 这种手机盒居然是饮料 不得不说 他们的想象力真的太丰富了 最后请问 你们还有哪些 可以伪装食物的好办法呢 这是个奇怪的诅咒 所有暴躁的人只要碰到小丑 就会立刻变成小丑的样子 一个暴躁男撞倒了小丑女 非但不道歉 他拼命的说他没张眼睛 下一秒 他居然变成了小丑的样子 男人刚想更粗暴的凶女孩 却发现自己根本发不出一点声音 男人被惊呆了 而女孩却一点不惊讶 反而坐下来欣赏起来 男人拼命的想象女孩告诉自己 怎样才能变回原来的自己 可就是怎么都摸不到女孩 还被什么东西甩出了一百来米 起身一看 又被一堵无形的墙搁在了外面 男人疯了 他开始拼命的找出口 没想到他越是暴躁 他的惩罚就越严重 两块板砖将他死死的夹住 一下 两下 三下 可把这个男人给揍懵了 但幸运的是 他好像发现了个梯子 于是他把梯子 搬到无形墙的面前 拼命的向上爬 终于他找到了翻越过去的办法 结果一个不小心 咚咚咚 我的妈呀 看着都疼 本以为这下肯定能在女孩这里 找到变回去的办法 结果他一头撞到了大叔的身上 暴躁的男人本来想发脾气 结果他想起了自己也是如此暴躁 对待小丑女 他终于知道了自己的错误 于是他请大叔过去 结果大叔却不依不饶 变得更凶了 下一秒 他也变成了小丑 原来这就是对暴躁的惩罚 意识到错误的男人 终于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所以多一些宽容 多一些温柔 世界才会更美好 太奇怪了 这个人的身上全是一吨重的盒子 而且每个盒子里 摆放的东西都特别有秩序 女人根本不允许他们出错 他只有异想喝咖啡 根本不用动 就在刷牙的时候 拉开下面的几个盒子 咖啡就会自动为女人准备好 他只需要加上自己喜欢的翻糖和奶 就可以了 女人特别享受这样的生活 喝完咖啡后 还会通通拉开盒子 并把它们擦拭一遍 本以为他会一直这样生活下去 可这天却在他午睡时 墙上好像被什么东西挖了个洞 随后又钻进了个小东西 那玩意儿突然就跑到了女人的身体里 等到女人醒来时 就奇怪的发现原来盒子里自己的牙膏居然没了 还变成了糖果 女人以为是自己在做梦 于是赶紧想喝杯咖啡压压惊 结果咖啡里居然多了更多垃圾 女人一下就懵了 这是咋回事 然而这还没完 身上的盒子开始不受控制的在扭动 女人不停的拉出盒子 不仅没发现任何东西 盒子里的摆件还全都乱了 这下女人可急眼了 开始拼命的拆 把盒子都拆碎了 可就是越拆越乱 于是她疯了 她把身上所有的盒子都摔了出去 发誓一定要看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最后一个实在拆不下来 就用工具撬 结果出来的居然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止血 完了 这下更乱了 这堆强迫症来说 太致命了 女人简直要被气死了 更可恶的是 那小东西 导弹完居然要逃跑 女人愤怒的想要抓住她 却发现她已经钻进了墙洞 女人低头一看 外面居然是一个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世界 原来这么美好 女人开始又痛苦变为激动 又拼命的想要剧断这堵墙 她也是时候要突破自己 拥有更为好的未来了 这个男人已经十天没有吃饭了 好不容易发现了两盒过期的罐头 就怎么都打不开 连看所有的工具都被她用完了 她只能拿出自己仅剩的两条蓝色小虫子 用钓鱼来求生 本来钓到了一条大鱼 可以美美的饱餐一顿 结果一艘轮船经过 阿强已经被困在这座小岛上一百天了 为了能逃出去 阿强只能放弃大鱼 赶紧去追 看那船简直太快了 不到一秒就找不到了 这下完蛋了 他都快被饿死了 可突然 天上掉下了一颗蛋 我的妈呀 这蛋得一吨重 真是烤熟了 肯定能吃十天 就在阿强准备起锅烧油时 那蛋居然破了 里面还钻出了个小小鸟 哎妈 这也太小了吧 都不够费牙缝了 阿强想想还是养肥了再吃吧 于是就想喂他小虫 可万万没想到 那小鸟食量巨大 不到一秒 就把阿强的两盒罐头打开全吃了 从此阿强不管弄了什么吃的 都会被小鸟吃掉 阿强是越来越瘦 而小鸟却越长越肥 更可怜的是 就连睡觉的地方都被他挤没了 眼看自己就快被饿嘎了 海上居然飘来了几个大箱子 那里面肯定不是宝藏 就是食物了 阿强赶紧满怀期望的 抓着大鸟的嘴开起箱子 结果那里面却是一堆的起瓶器 这也太惨了吧 阿强想要泄愤的吃掉大鸟 结果他还是放弃了 因为大鸟不仅成了他的好朋友 也成了他活下去的无限勇气 真是没有最惨 只有更惨 这个800岁的老巫婆 想要谈一场恋爱 为了赢得男神的放心 于是他每天坚持锻炼 期望把自己那千层卷的褶皱扯平 不仅要敷黄瓜牛奶面膜 还要把自己的108根腿毛 全部拔掉 可男神就是不喜欢他 于是老巫婆怒了 他必须要研制一款药水 编出一个听话的男神 他招来一年前的法老鼠 严格的按照里面的配方 招来各种需要的涂料 准备就绪后 乌伯打开了自己 一千年都没有用过的锅炉 烧开后就开始使劲的往里倒药水 就连小老鼠都笑话他 那根本不可能 但乌伯却批批不信 眼看马上就要成功了 结果最后一道致命的配方 却没有了燃料 没办法为了有更好的效果 乌伯只好亲自去采 结果自己专门的扫把全没油了 还把自己的屁股摔了八瓣 这取个燃料 比去西天取经某难 但为了能有个心爱的男神 陪伴自己 乌伯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不到一秒就来到了燃料地 结果里面却有十几条大狼狗 为了生命安全 乌伯在钓鱼竿上绑了一只青蛙 轻松的就拿到了燃料的叶子 回到家后 乌伯赶紧把叶子丢进锅炉里 经过七七四十九天后 燃料终于成功了 他赶紧拿起喷剂 做实验 结果变出了个油腻的大光头 乌伯不满意 于是又赶紧喷喷 结果真的喷出了个帅哥 乌伯以为这下可遇到了真爱 结果帅哥却看上了别人 还立马就被带走了 唉 真是太可怜了 本来想自己谈一场美美的恋爱 结果却成全了别人 所以凡事不能强求 结果并不重要 反而过程开不开心才是最重要的